政府在上星期圍封了佐敦的指定区域 对所有居民进行强制检测 最后一共7千多人做了检测 找到13个患者 这是有成效的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他们继续隐藏在这个社区 就有机会一传十、十传百 传染给其他居民 所以我们一直都敦促特区政府 一定要吸取过去 特别在内地成功的经验 要落定决心 全面加强强制检测的工作 现在政府在採取局部封区强检的做法 总算走出一个重要的一步 今次政府在佐敦封区强检取得成效 我觉得一定要赞一赞我们的居民 多谢当区市民的配合和体量 也要多谢参与行动的医护 包括政府部、纪律部队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员 有赖他们坚守岗位 默默服务我们的市民 不过行动过后 疫情未完结 病毒仍然在社区里面有扩散 政府一定要认真总结 今次封区强检的经验 必要时将加强强制检测的工作 扩展到其他更高风险、多确诊的个案地区 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今天特首亦出来见记者的时候 都有回应我们的诉求 将来在检测方面 会做得更加进取和妥善 总结来说 我认为政府有几方面的工作可以改善 在未来做同类工作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加好 第一,政府在行动的讯息保密方面 要多留意 以免走楼风声 令到部分居民提前离开 虽然政府不掌握封区的前面 有几多人离开了 但今次的行动 最后有470户没有应援 对于一些走楼的居民 当局仍然需要更进和执法 第二,配套的支援方面 可以更加细心 留意不同人的需要 例如少数族裔、劏房户 实际的情况、实际的困难 居民表示 不可以上班会被扣人工 区里的排档和商户 亦都关门影响了生意 当局也应该要考虑 有一个机制进行支援 最后,除了封区的做法之外 政府都要考虑其他加强检测的做法 例如尽快在油尖旺碧加一带 多确诊的个案地区 加派流动检测车 让市民进行检测 亦都可以加快监测高风险地区 流入污水的病毒量 安排有环境污染的大厦居民 进行设备、检疫等等 当然,市民我们自己也要自律 做好防疫、减少社交聚集 只有这个方法清零才可以早日晟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订阅 我们的WeChat、Facebook、YouTube 多谢大家 多谢你